指著林口 京華住宅區一一介紹自家附近的房屋 在內湖經營房地產仲介的 Andy對於老家林口的住宅買賣 非常熟悉 受到近來政府推出各項房貸 專案 連帶讓周邊買氣提升不少 京華住宅很少釋出 只要釋出很快成交 Andy住的住宅區一月剛完成一筆遺轉買賣 Andy表示大多數買方都會貸款購物 就是希望資金能夠活用 更點名新清安房貸催出了自住客的買氣 那這新清安貸款其實它是不管任何年齡層的 它都是只要有符合條件 它都可以去做這個申請 第一個利率也比較低 它可以做兩段式的這樣 那所以在尤其是中 在手購族或者是就是新婚家庭的部分 他們這樣的使用率就會非常的高 財政部去年推出新清安貸款 初期五大銀行新清安的佔比只有19.12%不到兩成 但是來到了2024年1月佔比倍數成長 來到了39.86%比近四成 中央銀行公佈數據五大銀行一月新增房貸 931.85億元創下了歷史次高紀錄 央行官員點出自八月新清安貸款上路以來 五大銀行新清安佔比一直都是上漲的趨勢 自從去年八月新清安房貸上路之後 全台灣的房市買賣轉趨熱絡 尤其是以低總價小坪數的產品是比較搶熟的 雖然新清安房貸只有減碼利率一碼半 專家分析五大銀行新增房貸連兩個月突破九百億元大關 顯示出近期房市買氣火燙 在2023年後 12月是否年底交屋旺季 搭配新清安房貸深貸潮 直接帶動了房市買氣 加上無自用住宅的民眾湧進了房市外 建商陸續有新案完工 造成了交屋潮 都是五大銀行新增房貸規模的重要推手 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在去年八月份的新清安上路之後 因為它只限於公股行庫的放款 所以這些所謂的新增房貸戶 很多都會往公股行庫去做申請貸款 那自然而然的話 在貸款增加的一個狀況之下的話 它的這個所謂的新增房貸的數額 也就會隨障傳高 觀望許久的首購族都積極的進場 從去年差不多八月份開始 整個市場的買氣都有明顯的提升 那麼預期今年在這樣子的整體經濟復蘇 以及市場回歸到比較穩定的交易狀態之下 今年度應該還是持續的會有 對這個市場有一定拉抬的一個作用 不只房貸金額 央行每月固定公佈 五大銀行新乘坐放貸金額 還有利率 還有資本支出 周轉率以及消費性貸款 統計發現今年一月 五大銀行新乘坐放款 加全平均利率為1.949% 跌破了2%大關 是六個月來的新低 比起前一個月下降0.102% 專家分析主要是部分銀行乘坐利率比較低的大額政府 以及機關的貸款金額增加 使得周轉金貸款利率比起一個月來有所下降 在一月份多少會有一些交污潮 所以本身就會有一個程度的帶動 那第二個部分是因為最近的這段時間 房價飆漲的速度很快 所以對於房貸戶而言 它可能需要的資金會相對比較大一些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會是一個帶動的主因 政府牛肉多元貸款勾起了民眾購物意願 掀起了一波貸款購物的房市熱潮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